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受故宫委托复制了乾隆盘隆宝座 被专家赞誉 达成了精美绝伦 耐人品鉴与赏读的效果 以所谓是我的成品做法 当时竞争也比较厉害 他倾尽毕生心血 建造全木雕花楼 以古法技艺结合现代居住功能 打造东洋木雕艺术精品 这样的话就充分地记录了 当下东洋木雕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这个大房子里 然后我这个房子 我们可能住几十年 房子永远两相处 实实在在能够传下去 他突破传统木雕题材和审美风格 独创速写木雕 竹简式木雕 超写实木雕等 形成了特立独行的艺术形式 表现主题上呢 不一定是帝王江乡啊 以前都是四大明珠啊 这些可能题材上也突破 因为文化主题不一样的 今秋十月 清风暮暮 北京故宫游人如知 位于故宫的黄吉殿 一座流金盘龙宝座 屹立中央 受万众瞻仰 然而鲜有人知 这座龙椅并非原件 它复制于沈阳故宫 乾隆盘龙宝座 而完成这次高难复制的 就是东洋木雕大师 黄晓明 2005年这个我接到了 这个复制龙椅的一个 也说是我的成名座 但是竞争也比较厉害 全国国宫博物院筛选了很多 这个能够能够挑战也好 我也很荣幸 通过城城投标之后 我中标了 乾隆盘龙宝座 乃中国康乾盛世的一针 整个宝座上共有大大小小的龙上千条 黄晓明携木雕艺人三副闪阳考察 获解制宗秘密 研究古法技术 率领70名工匠 花费5000多工时 仅金箔就用了10万多张 历时两年金雕细琢 终于制作完成 如今这件复制品被安放在故宫黄吉殿 作为永久文物保存下来 也是一个应用关系吧 据记载原作 秦龙皇帝用的那个200多年 不到300年前 就是记载有东阳的师傅 在故宫照搬出做 那重新复制 修复故宫 复制龙女 又落到东阳的手里 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黄晓明出生在 素有百宫之乡之称的浙江东阳 这里是中国四大木雕的故乡之一 曾走出了一批批手艺人 他们一意获露 也热衷于引造家族建筑 如今依然能从有 民间故宫之称的卢宅 领略当年东阳木雕风采 门窗格扇 轩廊外延 廊房却替 斗拱牛腿 解金弓雕琢 极尽繁复 东阳木雕流传千年 为皇家望族所追捧 被誉为国之瑰宝 因其重雕不重期的特性 如出水芙蓉般清雅秀丽 又被称作清水白木雕 黄晓明手中这些台屏 需要经过设计 打拼 雕刻 修光 四道工序 一道下去的分量深浅高低 决定你这个老师傅的技术的水平 又好又快 就是你眼睛要看准 没看这个手 我们手这样 前河层次在摆花 那我这个手 前河的关系 我要考虑这几公分的深度 黄晓明从小对木雕艺术耳濡目染 16岁 他被作主编的父亲 领进东阳市木雕总场 因过硬的绘画天赋 在学徒时期就脱颖而出 之后又考入浙江工艺美术学校 专业性的学习 为黄晓明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 他独特的风格 也在这个时期逐渐萌芽 同样是东亚木雕的雕刻技法 可能我们构图上更大胆 可能为焦点头饰 或者表现主题上 不一定是低丸降乡 黄晓明独创了 主显式木雕 超写实木雕 取景矿木雕等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是中国木雕界 拥有专利最多的艺术家 并于2012年 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走进黄晓明的家 很多人都会发出由衷赞叹 被满园的雕梁画洞所震撼 粉墙带瓦马头墙 镂空牛腿扶雕狼 应可确替龙须梁 风景人物雕满堂 这座近千平米的雕花楼 因其演映于竹林之中 取竹寺一半 称作各墓园 立柱六十八根 屋檐斗拱六十六格 宫灯四十七盏 门一百五十一扇 花格窗户三十四扇 大到梁屋构建 小到门窗格扇 全部损帽结构 没用一根钉子 黄晓明带领一百余匠人历时四年完成 新手绘制千余章一笔一雕刻白描图稿 将东阳木雕的薄浮雕 升浮雕 高浮雕 镂空雕 三面雕 在房子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从小就在这个 卢仔的这个古建筑群 周边长大了 就学艺的过程 一年一年成长过来 对我脑子都从挥之不去的 这个古建筑的衰败 破坏 后来我就想到 能不能自己找一个 点就是把古建筑当中一些经典的东西 我想把它继承下来 然后把破败不堪的东西 我们把它恢复回去 这座木雕博物馆 不仅结合了前人的艺术结晶 与现代理念手法 也融合了中国南北方不同的人居理念 院墙 门地 罩壁 四合院 体现着中国人的家居习惯和家族意识 很多人是不可想象 就说自己一个手艺人就能够把它这样 我觉得还比较欣慰 从16岁学艺 到一路走到30几年后 能够自己真正把一个雕花楼做出来 为了保持创作的欲望和灵感 黄晓明每年都要去各地游览写生 他将东洋木雕搬进了杭州G20峰会 和上河组织青岛峰会的主会场 在旧华山和雷锋塔 留下木雕印记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多元文化的养分 致力于将东洋木雕从工艺高峰 推向艺术的高峰 一个创作者你要往前走 你肯定要把前面的否定点 我坐过来我一直做这个就没有多大意识 不要坐井观天 我那时候跟朋友们交流 我说我们要做成一个坐在井上的人 井口上面能够看到天空又能看到里面 这里就收获就不一样了 《佛洛瑟》 《佛洛瑟寺》是用什么图案去代表 蝙蝠是吧 别花落 这个一样一样跟他讲的过程 他就记住了 对东亚木雕的深刻印象 永远没回去 也是我認為是最好的一種傳承方式